在今年初的New Day上 我们发布了未来首款中大型智能电动旗舰轿车ET7 Ready for Tomorrow ET7打破常规 设定了自动驾驶算力和传感器的全新标准 正在引领下一个时代的汽车设计 ET7标配超过100项舒适安全智能化配置 在量产过程中 20多项全新配置和功能得到了优化和增强 风阻系数优化至0.208 达到业界的顶级水平 配备低滚组轮胎搭载75度电池包 C2TC的续航达到550公里 搭载100度电池包 C2TC续航达到705公里 搭载150度电池包 C2TC续航超过1000公里 新一代碳化硅高效电区平台 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 ET7拥有480千瓦峰值功率和850纽米峰值扭矩 0到100公里加速 仅需3.8秒 全系标配 创新的Air Cushion背部舒缓系统 可实现约适度的坐姿调节 乘坐更舒适 ET7不白等 我们一起看一下ET7的录册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T7发布以后 我被问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叫车 确实我们ET7搭载的芯片传感器 很多我们都是全球第一个用的 这个时间进度还是需要等一等 但是快了 1月20号开启锁单 现在支付5000元预定金 仍可享受支付5000抵扣1万元车款 现有未来用户 购买ET7将额外获得7000元购车优惠 再加37封红包 ES18创始版车主 购买ET7将获得1万元购车优惠 加57封红包 在年车部都已经说过了 那ET7的量产准备工作 进展顺利 3月28日 开始交付 我们一般说一季度 大家都懂了 一点icas 二 everyday 何必须 这是 黄国尺 的 利 侗 自 个